有趣的房屋 土楼主要在中国福建 用石块和泥土建成 围成一圈 走廊连在一起 土楼墙壁很厚 十分坚固 屋内冬暖夏凉 和室是日本传统建筑里的房间 有拉门和拉窗 日本传统建筑 主要用木头搭建而成 可减少地震造成的伤亡 城堡主要在欧洲等地 是古代贵族居住的地方 它有围墙 可防止敌人攻入 高脚屋主要在东南亚 这种设计通风、凉爽 不但能防潮 还能防止爬虫或动物进入 雨季时也不会淹水 树屋主要在亚洲、南美洲等地 它盖在树上 可避开野兽或敌人的攻击 这是我先进入地 这种系统建筑 只有一种新闻 尽uerdo这种系统建筑